接下來看一下老師學會知識之後 我們就要再進一步囉 進一步怎樣 到群組囉 你現在就可以創建所謂的群組 好群組 那群組就等於是我們班級的一個概念 您可以把自己的也可以 也可以怎麼樣 把別人的 包括youtube的影片啊 這些加入到自己知識以後 欸我看一下齁 對等一下應該再下一個 好這個有沒有群組的概念這邊 你可以來自自己整理的 也可以怎麼樣 來自別人的 好來自別人的 那這樣就會比較好用 那麼我們馬上來這邊看看囉 您回到這裡來 好你看看齁 我把這個關掉 好你看我們群組 群組怎麼建立 你進到群組之後 有沒有一個叫新增群組 嗯 那其實如果老師像知識也好 如果您訂閱比較多了之後 都可以稍微分類一下 大概分類 像我在知識這邊 我有做 簡單的分類 但您不做分類也沒關係啦 齁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以後要找比較方便 好比較方便 那群組也是齁 好 那麼如果您要新增群組點一下 一樣在這邊打進去就好了 好打進去 OK OK 按個Enter 有沒有使用方式都相同 他最近又改了一個東西耶 你們都有沒有注意到 圖庫買比較多啊 哈哈哈哈 每個進去 因為很多人他不知道這邊要放什麼 通常我會比較機車一點點 我會去找適合的 哈哈哈 有沒有我都找找比較跟我課程相關的 那可是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沒有做 所以都只是彎弄那個Logo 有時候會覺得 可能要看比較不好看嘛 所以他最近有改了 OK 那事實上今天早上還要改一個 我跟他建議 就是一般我們在這邊點了之後 這應該都會有這兩個選項嘛 對不對 修改個人的資料啊 或者名字 因為有些人 我們其實都很不容易發生啦 但是一般我們在登錄的時候 他如果比如說用Facebook啦 或用別的 他有時候是用那個英文的暱稱 對不對 那我們老師在看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這是誰啊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請他來這邊改一下 他的名字那邊可以修正 就那個顯示的名稱可以定分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OK 那麼您看 你進來之後呢 我是蠻建議老師可以到這個簡介 或者您點這邊 就可以直接選擇 您要的那個圖檔 要的圖檔 那 簡介這裡 蠻建議老師您可以 稍微 簡單描述一下啦 好簡單描述一下 那如果 像剛剛有 老師有沒有發現 你們都可以看每個人的那個 學習的統計資料 因為我有把這個地方全部都開放 對不對 如果您只要開放單一個學生的 就是只要這個勾起來 然後到這邊 單一個就好了 單一個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是 就是 第一個 第二個 訊息的部分比較沒問題啦 就是我們課程有什麼新的資料啦 公佈了 那再來那個 好 主要就是在知識這邊 您現在建了這個群組之後 那 總要一些內容吧 對不對 好那怎麼辦 你看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從自己建的 一個是從別的地方加進來的 所以 您剛剛 收集的那些知識 就可以在這邊派上用場了 有沒有 好這個是自己的 對不對 這裡是自己的 你點一下 有沒有 是不是找到很多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假設我的課程參考資料 然後軟體 加上 這個 這個 我都把它加進來 這個也加進來 好 就按加入 那麼加入的時候呢 老師可以看到喔 這邊預設是鎖起來 代表一件事情 老師 這是屬於老師的秘密武器 不讓你看的 也就是說 我從這邊來的 我不希望你再連出去 那如果您這邊有 把它設為 左頭打開的 同學們進到這裡看的時候 他也會知道 喔 你是從這個姿勢來的 他可以再做 再連到那邊去 好 所以這個老師可以自己決定 好 那麼你有這些姿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活動這邊 來把它加進來囉 把它加進來 那 我在這邊先等老師一下好不好 你們 老師先試看 您到群組裡面 先建一個自己的群組 那加一些 我們剛剛的姿勢進來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活動裡面 您要怎麼用 可以嗎 OK 好 我把畫面還給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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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